大家好 今天娜娜又来到了一个距太原市 大约50公里的小山村 一个非常普通的偏僻的小山村 如果不是为了追寻它古迹背后的故事 也许一辈子也不会走进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就是这么一个衣衫傍水的小山村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好 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来 路上弄了一份自热米饭 这是一个台湾卤肉饭 现在也看不到肉 但是味道还可以 我觉得出来到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带一个自热饭还是挺方便的 最起码比外边吃要干净一些吧 好 填饱了肚子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美丽的小山村 这个村子呢叫南投村 位于山西古郊市20公里处的长安乡 地处胡椰山的北路 三面环山 大家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村口处呢 有一座中文化公园 一般来说呢 我们提到这个中字 首先想到的是谁呢 就是关公 但是呢 这里所说的中啊 并不是指的关公 而是另一位历史人物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这尊雕像 这位老先生呢 就是春秋时期的 晋文公崇尔的老爷 也就是晋国大夫胡秃 那么作为晋国大夫 胡秃的雕像 为何会出现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呢 这还要从中义说起 在山西呢 有这么一种说法 南关于北胡秃 胡秃呢 是比关公还要早的中义之事 那么在春秋时期呢 他在当晋国大夫之前呢 其实是一个部落的首领 曾经带领胡氏族人呢 生活在现在的旅梁市郊城 于太原古郊的交界处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南投村呢 就是胡秃家族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之一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去村里边啊 去看一看这个胡秃曾经生活的村子呢 变成什么样子了 发现很多的路边呢 都有这种树 接着这种红色的小果子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呀 这个小果子呢 粉粉嫩嫩的 而且呢 在太阳底下呢 显得特别的清亮透亮啊 只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看到这个墙上的标语呢 就应该知道 这个村子呢 是个有故事的村 不但有历史故事 而且呢 还有战争故事 那我现在呢 就先大概的啊 在村子里边走一圈 看看这个 有着悠久历史的村落呢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顽头村 隶属于古郊市的长安乡 既是一个历史文化古村 而且呢 还是一个革命老村 现在呢 又被评为了美丽乡村 整个村子呢 现有住户是340多户 一共有800多人口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街道呢 还是比较整洁的 那么对面的那座大山呢 就是胡椰山 好有意思啊 我们看 这个树底下面种着白菜 是吧 这还有什么呀 看一看 这边种着葱 小葱 大葱 你好 问一下 那个歇马店在哪呢 下来 这村里边不是有一个歇马店 下来店的 就是一个老庙 老庙 有 在哪呢 哎呀 在这哈大了 这里啊 就是我要找的村里的老庙 胡椰歇马店 这个胡椰呢 就是胡秃 胡秃呢 在成为靖国大夫之前呢 原本是一个部落的首领 但是呢 越来越强大的 靖国的国君 靖县公呢 看上了他的女儿 娶了回来 然后生下的孩子呢 就是后来的 靖文公 虫儿 靖文公 流亡 十九年 那么在他回国之后 继承了军位 第一件事呢 就是论功 行赏 其中的一位中列呢 就是他自己的老爷 胡秃 胡秃为了保全 当年流亡了 靖文公呢 而冤死在 自己的 虫孙子手中 靖文公后来 为了纪念老爷 就在背后的 胡椰山上呢 修了胡秃庙 所以呢 人们自然也 靖胡秃为胡椰 南投村的 这座 歇马殿呢 就是专门为 胡椰山的 胡椰神像 出行 行云步雨 时候呢 在途中歇脚 而建的一个庙宇 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 眼前的 这个歇马殿呢 已经是残垣断壁 一片狼藉 它最早的建筑年代呢 已经是无法考证 但是呢 这些残存的 主体结构呢 可以判断是 清代的建筑 时光如梭 关于 胡秃胡椰的 那段历史故事呢 已经是 模糊久远 但是呢 村子里边的那段 红色的 蒸容岁月呢 确实就像 在昨天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些房子呢 原本是 当年老百姓的家 但是呢 在抗日战争时期呢 成了革命的根据地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当时 静随八分区啊 在这里的一个 休养所 它是一号院 现在里边 住着村民 门口呢 还种着一些菜 在那个年代啊 横行残暴的日军呢 在南投村的周边 各个村庄呢 成立了围池会 也就是说 从老百姓的手里呢 搜刮粮食钱财 但是呢 只有南投村呀 拒绝给日军提供围池 不管日本鬼子 近来如何的扫荡 南投村呢 始终呢 没有给过一厘米 一分钱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 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 面对着如此蛮横凶残的日军 南投村的老百姓 怎么会有如此顽强的 抗争精神和觉悟 这呢 还要提到 我们的老一辈的革命家 华国锋主席 1940年 整个山西 笼罩在日军的血雨腥风 和白色恐怖当中 年仅19岁的华国锋呢 就来到了南投村 当他看到 手无寸铁的村民呢 被日军吓得呀 是无路可走 不得不给汉奸 还有日军呢 送钱 送粮食 所以呢 华国锋就开始 顶着巨大的危险呢 在这里 开始深入百姓当中 给群众做工作 因为他深知呀 只有让这些 劳苦大众站起来 中国呢 才能彻底的解放翻身 在华国锋 以及老一辈的 革命家的感召下 村民们啊 终于懂得了 如果让日本鬼子 占了这个南投村呢 那么以后的日子呢 会更加不好过 所以呢 人们就渐渐团结起来 在华国锋的带领下呢 成立了民兵中队 而且呢 陆续的又成立了 青年救国团 妇女抗日救国团 儿童团 当年呢 南投村的民兵团队呢 虽然说装备很差 但是呢 士气非常的高 年轻的华国锋 带领着乡亲们一起 在村里边挖地道 挖岸轿 在山上 囤积粮食 还有水 而且呢 还在村外建立了情报站 把一个小小的南投村呢 部署成了铜墙铁壁 当年的日本鬼子呢 也是被这个南投村的 民兵团呢 用土炮土枪呢 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说呢 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呢 才是最大的 如今走在这个 普普通通的小山村 如果没有去了解过 它背后的历史故事 可能不会知道啊 就是这么一个 非常平静的地方呢 曾经在两千多年前 有一代胡适族人呢 曾经在这里生活居住过 也不会知道 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呢 曾经上演过 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 也涌现出 无数的革命英雄 好 南投村的故事呢 现在就讲完了 那么这个 显为人知的村庄 这片默默无问的土地呢 将继续捕育着 这里的人们呢 一代代的繁衍下去 欢迎订军 再次